還有我們今天到場的 包含交通部 包含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等等交通局的長官們 還有各位在場的會賓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早 今天很榮幸 我想代表資策會 也是來敬駐我們今天智慧停車場 台北車站 這一個盛大的開幕 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在一起協助歐特儀的這一段時間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因為在過去來講 其實我們比較是以做資通訊的科技 所以我們有談了很多的物聯網 雲端 虛擬的技術 但是我們發現其中有一個非常大的瓶頸就是 到底這些技術怎麼樣能夠落實在場域 能夠幫助業者 能夠找出新的營運模式 新的商機 能夠賺錢 甚至能夠國際的輸出 那我們很高興就是在過去的幾年來 我很非常感謝我們的團隊 像包含張群芳組長跟他的夥伴 有聽盡我的建議 就是很務實的找了 就是能夠配合我們的策略合作夥伴歐特儀 已經生根了三年 就是我們不去談很大的名詞 但是我們真正有務實的把一些物聯網 一些資通訊的技術 包含定位 包含3D的導航 然後能夠結合業者在停車場裡面非常多的設備 然後能夠把非常順暢 非常便利 非常便捷 非常節能的服務 能夠發展出來 那過去的三年來 在這個歐特儀跟團隊 還有在各位長官跟朋友們的指導協助下 已經有發展超過10個場域 那剛剛也跟黃總這邊請義 我們後續希望能夠持續的把更多新的技術 能夠很快的導進這個停車場 然後也能夠 同時能夠有更多國際的商機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物聯網的時代來臨 除了講到新的技術 我們很重要的有幾點 在此跟各位報告 一個是水平技術配合垂直領域的創新 也就是今天到底使用者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領域的需求是什麼 我們要充分的配合 第二個有新的營運模式 因為在物聯網的時代很多的設備 我們怎麼樣用共享的模式去創造新的經濟 另外今天有很多金融界的長官跟朋友 像台銀這些 就是說最後我們的這些服務 都要能夠收到錢 所以能夠有很順暢的金流服務整合進來 那我們未來才能夠創造更大的商機 跟更高的附加價值 最後在這邊對現場所有的長官朋友們 多年來的指導跟鼓勵力 致上最大的感謝 也敬祝各位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生意興隆 謝謝 謝謝 掌聲謝謝我們工作長 感謝您的祝福 再給我們工作長一個熱情的掌聲好不好 張婷肯 叫聲